看看新闻网 自从10月份马依丽大方的在微博上晒出了大肚照片 暴露已经怀二胎这个事情以来呢 就一直深居减出 基本上很少在公众场合会露面 是的 今日呢就有记者拍到马依丽 她是终于现身了 来看一下 当天马依丽戴着黑长墨镜 身穿一件灰色宽松尼龙大衣 即便是如此宽松的大衣 也难以遮掩她的所大无比的肚子 下车后她拉紧胸前的扣子保暖 和母亲一起等候放学铃声 随后走进学校等待女儿的出现 由于今年9月时 马依丽出现在记者面前就已经大富翩翩 照如今的进度来看 如今马依丽距离第二次做妈妈已经不远了 要说这马依丽也已经37岁了 绝对称得上高龄产妇 如今这第二胎已到了最后冲刺阶段 曾经答应大家有了好消息 就分享了马依丽也没有食言 大方在微博上表达运晚期的种种反应 这是分享幸福呢 还是分享受难经历呢 睡眠质量已经到了最差的阶段 虽然没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彻夜难眠 但马斯令随后发布的一条微博 却让大家都乐了 马斯令调侃自己是更年期反应 又如此自嘲精神的女星 可真是不多见哦 从来讨厌冬天穿裙子的我 京东是最不怕冷的一次 刚才看评论里说 我目前睡眠差原因最欢乐的一条 更年期 一个新的地 期待马斯令的马宝宝 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